大家好 今天想聊的是一个接近纯政治的话题 我就不想做太多个人感触上的发挥了 因为这些重要的时事发生以后 它确实对整体这个社会形势的变化 和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 都有很直接的联系 所以还是值得一说的 就是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中国大陆的官场有重要的人事任免消息出来 也都是与中共的十九大有关的 习近平同他上任以来 我们看到他工作的勤奋程度 确实是比他的前任要强很多 他经常在周末加班 还拖着一伙人跟他一起加班 也经常有重要的消息在周末宣布 这从一个侧面也反映出来 当前形势的严峻程度 和他内心的紧迫感吧 就是在27号星期六这天 北京市的人事安排有了比较重大的变化 市委书记郭金龙 改任中央精神文明建设指导委员会副主任 也是打酱油去了 那么市长蔡奇升任为书记 环保部副部长陈吉宁 调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 这位蔡奇的简历不用讲太多 大家去维基或者百度上简单搜一下就可以得知 简单的说 她是习近平在福建和浙江时期的旧部 也是现在中国官场做火箭升上来的人物之一 也可以说她的受到重用和她的上升 在几年之前就已经注定了 这位蔡奇是2014年3月份进入北京 进了刚刚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 担任常务副主任 办公室的常务副主任 而这个国安委的办公室主任是谁呢 其实就是由中央办公厅主任栗战书来兼任的 在中共的官制里面 凡是加了常务两个字的都不简单 什么常务副书记 常务副省长 常务副主任 多数情况下 加上常务两个字的副职 就是由他去主持日常工作的 至少他是分担了日常工作中很主要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国家安全委员会 实际上是2013年11月份刚刚成立的一个新机构 在蔡奇去担任她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的时候 这个国安委连个完整的名单都还没有 所以说蔡奇可以说得上是这个重要机构起家的班底 也就注定了她在习近平的任期内是会受到重用的 但是她这个重用的速度之快 还是超出了很多人的预料 2016年10月份蔡奇担任北京市副市长代理市长 那么今年1月份就是仅仅过了3个月之后 就摘掉了代理两个字 转正成为市长 这个时间就非常短 很令人吃惊了 那么又过了几个月 5月份她就成了北京市市委书记 那这个速度就更惊人了 因为她是北京市市委书记了 所以不出意外的话 在今年秋天中共的十九大上 她会晋升成为中共的政治局委员 因为几大直辖市的一把手 党委书记一般都会成为政治局委员 那么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 由于这位蔡书记升得太快 她行政职务可以一年一千 对吧 可以上升得很快 但是党内资历上升不了那么快 她现在既不是中央委员 又不是中央候补委员 她要一步跨入中央政治局 就相当于连升三级 就算是非常破格的事情了 就很罕见了 蔡奇她从浙江省的长谷副省长 到北京市的副市长和代理市长 再到市长 再到市委书记 都是从2014年到现在 三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的 但是由于她没有进入 18届中央委员会嘛 就是她连候补中央委员都还不是 那么这个中央委员会开会的时候 就没有她的位置 所以从2014年到现在 18届中央委员会开了四中全会 五中全会 六中全会 每一次中央全会都会有一些候补委员 递补成为正式的中央委员 那这里面就没有她的份 她现在要一步登堂入室 进入中央政治局 那就会是一件非常破格 非常罕见的事情 那这样的事情以前有没有发生过呢 在我的印象中啊 很少 那样文革时期那位迅速窜起的农民副总理陈永贵 她在党内的资历积累还是经过了一个过程的 她是1969年在中共的九大上 首先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为了弥补林彪等人在中央政治局留下的位置 陈永贵才成为了中央政治局委员 她还是完成了这么一个过程嘛 先成为中央委员会委员 再成为政治局委员 就连那个被称为做火箭升上来的王洪文 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 也是1969年在中共的九大上先成为中央委员 1973年在中共的十大上成为政治局委员的 你看她积累党内的资历的程序 她还是走了一遍 虽然她是毛泽东看重的人刻意提拔上来的 以毛泽东在党内的权威 她所提拔的人 她也要先在党内积累一下资历 避免引发太多的争议 那这样看起来啊 习近平火速提拔蔡奇 确实是很罕见 很值得注意了 越级晋升一般都是由主政者或者最高掌权者 急于改变权力格局而做的事情 她在较高层的权力圈子里边呢 没有信任的人 缺少这样的人可供自己选择 只好从低层破格提拔上来 因为时间紧迫嘛 所以就没有时间按部就班的历练资历 那引起波动也就引起波动了 有风险也得这么干了 那么打破官场的惯例 会不会在官场内部引起波动和抵触呢 按一般情况来讲很难避免 我们看一下刚刚在美国发生的事情 在民主制度下 按理说每一届总统是选民选出来的 他完全有权威按照自己的意图阻隔 对吧 因为他是选民授权的嘛 他的权力不是来自于什么政治老人那里面 所以总统按理说 他是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 让自己所信任的人去掌握政府关键部门的 反正选民选我当总统 我就有权力这么干 可是实际情况比这个远为复杂 我们看川普开除了联邦调查局局长科米 非但没有起到快刀斩乱麻的作用 反而引发了更多的混乱 而在国务院外交次长这一级的官员到现在还有一半是空缺的 所以看起来不管是在中国还是在美国 任何一个国家 他只要是一个时间比较久的成熟的官僚体制 官僚集团都有他自己的惯性 所以在一个民主体制下 你想移步到位改变这种惯性 仍然是很困难的 那么中国所发生的情况呢 虽然看起来啊 这个党的表面总是团结的 其实各种砥柱和掣肘从来没有间断过 哪怕是在毛泽东掌权的时期 毛泽东权力鼎盛的时代 北京市市委书记彭真 也是刘少奇的盟友嘛 所以对毛泽东的指示 经常抵触杨凤英梅 把毛泽东搞得很火 所以毛泽东批判这个北京市委 是侦察不尽水泼不尽的独立王国 所以在极权社会 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和官僚集团的斗争啊 是一直存在的 连毛泽东都感觉他自己的意志 通过官僚体系推行有难度 所以他的做法就是干脆绕开官僚体系 利用草根对他的崇拜 发动草根民众起来夺权 搞文化大革命 那么江泽民上台的时候 也是面临着这个官僚体系里面 这些党内的实力派 对他的抵触和挑战 最具威胁性的 一个是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 还有就是前任国家主席杨尚昆 和他兄弟杨白冰 在军队当中的势力 所以江泽民是在曾庆红的帮助下 通过反腐的手段搞掉了陈希同 另外呢也是在军队里面搞掉了杨家将 就是杨尚昆和杨白冰兄弟 掌握劳了军权 对于更广大的官僚体系 江泽民的做法是腐败换忠诚 让你们闷声大发财 换取对江泽民本人地位的支持 那么习近平上台的时候 可以说他的这个任务 就是从民意上的最高掌权者 向官僚体系 向政治老人夺权 成为事实上的最高掌权者 他要完成这个任务 确实面临的挑战更加艰巨一些 因为他的前任胡锦涛是十年弱主 整个官僚体制部下的 都是太上皇江泽民的人马 而且整个官僚体系 面临一个他方式的腐败 习近平本人在做王储的期间 他要韬光养晦 他没办法培养自己的亲信势力 所以说呢 他利用这五年的时间 一步步把权力收回到自己手中 这个夺权比较成功 从这个政治斗争的能力来讲 还是比较引人注目的 习近平的做法是以军队为重点 以军改为突破 牢牢抓住枪杆子 震慑住他的对手 与此同时通过反腐 催垮体制内的一批抵触力量 再然后呢就是 尝试着用不遵循体制内按部就班的 晋升程序的办法 破格提拔上来一批自己的人 来占据药金 把不可靠的人淘汰出去 当然你要说 蔡奇他的情况和刚才讲到的 陈永贵王洪文 这批文革里面 竄生起来的新贵还不一样 因为蔡奇的行政历练是够的 很多职务他都呆过一遍 虽然时间不长 但是都呆过 只不过是在十八大之前 他是浙江省的省委组织部部长 那个级别呢 还不够进入十八届中央委员会 连当候补委员的资格都没有 可是他行政职务的升迁 是在十八大以后嘛 而这中间他不开新的党代会 就不会选举出新的中央委员会 所以他也是干着急 他进不去 没有办法提升他党内的资历 而陈永贵和王洪文是刚刚相反 他们是在党内的资历积累过 但是行政上的历练却没有 而且习近平在北京也确实花了不少心思 北京官场里面原有不少人被打散 调离 还抓了北京市原市委副书记吕锡文 那么蔡奇之后 我们重点接下来要看上海 会不会发生同样的事情 因为应勇只是中央候补委员 他离上海市委书记的位子 比起蔡奇离北京市委书记还要近一些 那么现在就要看 他会不会在十九大之前剩下的这几个月里 接替韩正成为上海市市委书记 如果他接替韩正成为上海市市委书记 那么他也会和蔡奇一样 在十九大上成为中央政府局委员 那么在四个直辖市里面 习近平就直接控制了三个 因为天津市市委书记李鸿忠 早就向习近平输成了嘛 习近平虽然说他有军队 能够镇得住对手 又有反腐作为威慑 但是破格的事情 他势必还是会造成官场里面的波动 会带来冲击 所以我们看到江泽民又现身了 5月28号微博上发布的照片显示 江泽民到访上海市科技大学 虽然说这个照片拍摄的具体时间不知道 但是传递出来的消息还是明确的 就是江泽民要显示自己影响力有存 其实他是在向自己山寨里面的兄弟喊话 就是说我还在 我这棵树还没倒 你们先别着急散火 先别着急跑到对面的山寨里面去入伙 那在北京官场发生破例的变化之后 江泽民马上就现身 或者说被现身 那我认为他很可能意味着上海现在也吃紧了 韩正的地位可能也悬了 没准哪天我们看到韩正也步郭金龙的后尘 跑到那打酱油去了 由应勇接替成为上海市市委书记 总之破例的事情发生了 他总不会风停浪静 总不会毫无后果的 昨天我们讲了这个十九大上一个主要目标 是要解决王岐山未来地位的问题 那么像北京市上海市这些地方 发生破格的人事竞争 发生官场的变化 那对实现这个目标有什么帮助呢 这些重要的地方系统一把手的变更 它最起码能够直接影响到十九大上党代表的态度 因为由这些地方或这些系统所产生的党代表 他们总要在这些新的领导下面工作吧 就是在这些新上任的领导手下工作吧 而这些新上任的领导又都是习总身边的人 那这些党代表们又怎么敢违拗习总的意思呢 重要的地方领导换了人 同时它也意味着未来这个政治局的构成会发生变化 那么更多的地方官员也会跟风 也会西瓜威大边嘛 当然像江泽民这样的政治老人 和一些还在位的政治局常委 是不会喜欢这样的破格提拔的 那会把他们在高层部下的局直接给拆了 但是习近平一步步给他们搞釜底抽薪 掌握了军队 掌握了政法系统 掌握了情报系统 那就是掌握了整台国家暴力机器 然后再把一些重要地方他们的人马给换掉 那它在整个体制内部的羽翼被剪除了 它人马少了嘛 它就没有什么牌了 也就没有什么发言权 那么咱们把几件事情联系起来看 北京官场破格换人 江泽民现身上海 郭文贵在海外又对王岐山火力全开 警告六月份要总摊牌大决战 这都是中共十九大之前 这种权力斗争进一步尖锐化 整台系节奏马快的表现 那对于围观群众吃瓜群众来讲 最大看点主要是要看 在十九大剩下的这几个月时间里面 有没有人感到会觉得无力回天 自己受到了太大威胁 干脆就拼个鱼死网破 采取这种做法 做出导致可能整个体制发生破裂的事情 做出这种孤注一掷的选择 那么咱们就拭目以待吧 随着时事的发展 咱们再来评论 谢谢大家 今天就聊到这 谢谢大家